我在8月6日,我有感动,我要祈祷,全日祈祷。 8月7日早上,我灵修安静祈祷时, 我很感恩,我很奇妙的经历,我很感谢神, 我祈祷后,我很安静,很放松地享受神, 我感受到很深,神给我一个启善,一瓶水的启善, 一直那些信息,那些话语,不停地涌入我的里面, 这个信息当时我还没有,我觉得神又比我更加明白神的带领, 在这几天当中,我都有,好像连续劇,在我煮饭的时候, 在我炒菜的时候,好像一模一模地摺下来, 二至星期四,我和一个姐妹在聊天的时候, 我都有分享这个一瓶水的启善, 我发觉姐妹的眼光,发觉她的感受, 她的表情回应给我,原来我这个,开始没有什么, 觉得很明显的,原来我透过我分享, 她的眼光给我觉得她是很有得着, 以至我有感动,我很想在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领受就是,好像我自己,我是一瓶水, 即是神创造我那个时候,本身创造我的, 原来,原本的样子是圣洁的, 是一瓶,是我的,是一瓶,是无下无痴的, 是纯正的,这个神创造我们的生命, 原本是这样的,是很干净的, 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学业, 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的价值观,这个就是代表我的生命, 那我的原生家庭,我父母的教导, 就好像我父母给我的知识,给我的教育, 给我的教育, 那呢,先放在地上, 然后到我读书, 学校给我的教育, 同学仔, 然后再到社会, 然后再到我工作, 我的人际关系, 然后我很多的经历, 然后再到世界的价值观, 就形成了我的生命, 这个就形成了我的生命, 那里面有什么呢? 有自我意志, 有我的骄傲, 我的奸诈, 我的不信, 我的疑惑, 我的欺骗, 我的辅导, 很多很多, 这就是我的生命, 当我认识耶稣的时候, 我都有经历, 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经历的, 但是, 我们依然觉得, 有时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困境的时候, 我们在呼吸神, 你帮助我, 为什么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呢? 神说, 我在这里是子, 我很爱你, 但是, 我们的心, 拿着, 包着, 装着, 枯着, 我们里面的很多的字, 自我的一些言, 一些认知, 自我的价值观, 自我的欲望, 我们的自私, 我们观众, 神啊, 为什么我遇到这个困难? 为什么你不帮我? 你在哪里? 我祈祷你, 为什么我都有祈祷, 我有奉献, 我有去教会, 我有参加很多的, 你的课程, 我有读经, 为什么你都不帮我? 我经济不够用, 我工作不够顺利, 为什么你还不帮我? 我都有祈祷, 我有禁食, 为什么你在哪里? 神说, 太子, 我依然爱你, 神说, 太子, 我很爱你, 我在这里, 你不用怕, 而我呢, 神啊, 我很辛苦, 我很害怕, 我很恐惧, 你在哪里? 你帮我,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神说, 你不用怕, 我正在帮你, 你多些依靠我, 神啊, 究竟你是不是真的? 开始有很多的埋怨, 完全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神的爱, 神的祝福, 完全感受不到, 当有一天, 我很感恩, 我看到, 为什么有些基督徒, 他为什么这么平安? 为什么他这么喜乐? 他的生活并不是给别人过得好, 他并不给别人有钱, 他并不给别人健康, 但是, 为什么他那份平安, 为什么我很想要? 为什么我得不到? 我听到, 回到教会听, 听完之后, 很好啊, 好用, 回去又过我自己, 为什么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我跟神说, 神啊, 我很想有这种喜乐, 我很想有来自你的平安, 有一天, 很感恩, 当我的心开渴慕神的时候, 神为我开路, 有一天, 我认识到叶牧师, 他为我祈祷, 他为我祈祷的时候, 我全身很放松, 很放松, 很轻松, 轻飘飘, 就开始在天上飘飘飘飘, 轻松到, 接着呢, 我的心, 开始慢慢放松, 放松, 放松, 我的心, 我懂得完全的为神, 打开我的心, 我愿意, 神啊, 你进入我里面, 这个时候, 我回去, 我很想看圣经, 我回去, 神啊, 为什么我以前做的事, 现在, 为什么我觉得, 这么不对? 为什么我里面, 这么多自私? 为什么我里面, 这么多欲望? 为什么我里面, 这么多骄傲? 神啊, 为什么我开始, 看到我自己的罪? 我开始, 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 我开始看到我自己的污蔽, 我开始看到我自己的不洁, 我开始, 要去悔改, 因为我想神, 帮助我, 于是, 我经历了之后, 我回去, 很渴望看圣经, 神的话语, 去兼顾我, 神的爱, 去销盖我, 祝很多很多的礼物, 去充满我, 去给我, 祝你平安, 喜乐, 温柔, 良善。 以前, 生了几十年的人, 现在, 我可以原谅他呀, 我懂, 我学会瑶鼠, 以前觉得, 我好执着的东西, 现在算了,这么计较做什么,我懂得这样想 以前我觉得自己是对的,为什么别人会这样对我 现在我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 看到别人痛苦,看到别人有困难,我有怜悯 以前见到别人比我好,我就会不舒服 现在我会能够开心,慢慢慢慢神的坏语,神的真理 神的一切的美好,充满我的生命 让我这个心,这个是我的心,我的生命 将我里面的所有的恩惠,我愿意去懂出 到最后,神很好,神是圣洁的,神的爱是奇妙伟大 小小的杂质,他都帮我浪了它,浪了它,冲洗干净 以至最后,我的生命,我的心,完全为神,空出为智 完全没有自我的欲望,自我的自私,我的骄傲 我的人生的价值观,全部将我的生命,空出为智 完全为神躺开,这个时候 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喜乐的全面,神的平安,神的温柔,良善,神的怜悯 不断,不断,不断的充满我,充满我,以至满日出来 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在灵里,我觉得我的灵坚固 我觉得自己,为什么我比以前,我里面好像没有以前那种恐惧 我坦然无惧,我觉得自己,很多事情以前不懂得处理 现在,我懂得用神的话语去鼓励我自己,甚至鼓励我身边的朋友 我发觉,后来在灵里继续涌出这些信息 我这个心,我懂得为神完全躺开去领受神给我的礼物,神给我的祝福 我这个心,单单成在神给我的美好 当我的灵坚固的时候,有抵抗力的时候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会有经历风浪,经历困难疾病 一定会有的,我们外面的世界是很多诱惑的 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的,当来到我们,我的生命的时候 我懂得去say no 我懂得去为它进入我的生命的时候 我懂得把我的心去关闭,去抬抗 我知我祈祷的时候,我就知道有神的同罪 我愿意为神去打开我的心 有神的爱,有神的美好,进入在我的生命当中 这个就是我领受的神给我明白到 我的生命真是完全被神去掌管 这个就是我的生命 因为人生有很多的风浪,有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的暴风暴雨闪电 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满有耶稣 我们就满有平安 所以神,我现在深深地体会到神的一句说话 保守你的心,圣果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所以你的心是怎样的,你的生命就是怎样的 所以我很感恩神,神给我很多的礼物,很多的恩典 我在炒菜的时候,神都会透过一些好的例子 去解释那个经文给我听 原来是这样的 就好像我昨晚跟我女儿在那儿分享,在那儿聊天 她说同性恋 那我突然间说,同性恋是一生創造我们那时候 是一夫一妻,一心一意 一生一世 为什么会有呢?我和女儿在那儿聊天 后来突然之后,我说,哇,感谢神 你给这个比喻我和女儿去分享 就好像一把刀那样 本来创造的刀是人家切送的 可以切送斩肉的 但是你拿刀去斩人 就违背了创造的那个规律 所以我女儿说,哦,是的 所以我很感恩,神很奇妙,神很好 希望我今天这个分享 可以帮到大家,鼓励到大家 我就是感谢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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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